我觉得Facebook大家是可以有个沽空的机会 就是Facebook Donald Trump上去了 他前两天他没有预测之前 其实已经点名Facebook了 他已经点名Facebook 因为那时候说是操控选举 因为的确他那时候也封 是说他散播一些东西不实 又说他有暴力 直接选军时禁止了他 就是Donald Trump那时候被人禁言 他这件事我想他上次输的其中一个很大原因 都是一些媒体 我想他这次上到来 其实他一定是 他有机会是 会复仇 还有说一句 Meta你又低位你扮了这么多 四倍多 你都挡到30PE 还有他的未来 都是你维持IGFacebook 他严格来说都是一个广告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你说短期的话 用机会沽一下Facebook 趁他这个价位都不是便宜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可以看一看 因为到时候你不知道有什么监管 甚至乎你欧洲那边都在查 那我自己就觉得 可以看一看Facebook 如果是淡仓的话 可以看到去到什么位呢 如果下方去看的话 就是前低位那些会不会可以去到呢 大概是420元左右 这些位置 这些我不知 但是我会觉得 因为你自己计算 以一年来计算 一年来计算 你上年Facebook来说 122元上年而已 今年低位是339元 其实你讲 大家查看Facebook都知道 他说是3-4年的胜负 而且他现在的股值也不是说 真的低位 而且以他的增长来说 其实他是害怕 就是MAUD那些是害怕 但是你Facebook说真的 我意思是你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越来越动得少 而且你说Facebook 我反而觉得 如果特朗普算是上 如果你说对Big Tech那些股票 可能有机会有些差 有些回调 其实抄来抄去那么多只 我觉得 你估计Facebook 似是最似的 估计Facebook 如果你要稍微有少少的法力 影响 其实他这些 他的回的幅度 其实有机会有机会多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要估计的话 纳纸七红里面 我会认为Facebook 嗯 其他我就不会碰 如果你说估计其他 其他我就觉得 即甚至Tesla 我也觉得 因为他始终来很多东西 我觉得Facebook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说Donald Trump 嗯 相对上的话 你觉得Tesla可不可以做好呢 因为其实就是 特朗普遇集了之后 Elon Musk 都在一些社交平台X 分享了 就是事发当下的一些影片 也都说到 他全力会支持特朗普的 希望他尽快康复 你看这些相关的消息 其实会不会都利好Tesla呢 那我觉得分开两个东西 如果你有特朗普 Donald Trump他对 电动车的看法其实是负面的 Donald Trump不下一次 其实他也有说 说电动车其实他一样的 因为他可能他都是 他觉得美国不是很适合电动车的 他宁愿是有车 还有他都说 电动车和自动生产法 抢掉了很多美国工人的就要机会了 其实他整个 特别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他可能对环保方面 他未必好像拜登 即民主党都那么在乎 因为共和党都是比较偏传统 那些民主党反而对一些环保 这一类是科技环保 其实是比较好 你看到他那些收拾东西 其实都越做越好 还有都是看他的银行车 即是他的自动驾驶和银行车 我觉得Tesla的前景 还有Tesla这一段时间 你看到他 大家对他的看法 以AR的角度去看 不然你怎么能够他这些便宜 我觉得他这个和川普反而就 就是你说 因为是否因为他 他赚了一两句就什么 我觉得那些钱 尤其是你炒了Tesla 或者很多观众买了Tesla 都是两个 即是看未来的 AI 机械 就是自动驾驶 我想大家都在看这个 那如果拿着Tesla的朋友 其实是不是都可以 可以继续持有点 我想Tesla也会继续持有点 现在也 你想想他和每天的成交 差不多400亿美元 其实都 这个东西也是 跟Elon Musk说的 他说就算Evon Gates 即是Evon Bill Gates 他说如果我能够办 自动驾驶和机械人 你任何人沽空你都会死 我觉得Tesla这一款 就看你自己怎么看 好 但是我覺得沽空的話 如果你真的想沽一些 我覺得Facebook似是最對白人的 我就覺得沽就 你就算不買 沽不可以跟Tesla 很多人很喜歡沽Tesla 沽NVIDIA這些 我不是鬼鬼搞 說真的 你反而集中Meta 看有沒有機會去搞Meta 因為他想去一定演算法那些 之前TikTok那些 其實很多人都說演算法那些 我想上去 怎麼也有機會有些東西是差的 我覺得Meta會舒服一點 這個科技七雄 我們就說了 不如說一些中小型多少少的股份 剛才索索你也說到 如果Trump真的上台的話 會有利一些中小型的企業 那是否直接買IWM 追蹤著羅素2000指數的ETF 這樣就OK呢 其實 我也是的 因為中小型 大家想一下 什麼為小型 就算香港來說 我們以音色實來說 小舖一定是難做的 一定是大集團一定容易做的 因為它無論成本 宣傳 它什麼可以集中採靠 什麼都可以有成本上的優勢 或者很多制度上的優勢 那我自己覺得中小型企業呢 如果你去選擇過股呢 挺難的 還有你怎麼去定義 還有很多時候 為你香港的 為你中國的中小型 都未必認得到 香港美國的那些隔山打牛 你要很熟悉 那我覺得一般社會的話 就是它上去都有利於股市 只不過我是在想 你標普500 大家都最簡單的 標普500 你可以分少少的資金 分部分資金 用它羅素2000 你拼它有機會再跑贏 還有羅素2000 你中小企的那些 你就算買得到 有時候的波幅比較大 那你羅素2000 聽說2000隻 分散2000隻 那你坐的時候也容易 就是我自己會選羅素2000 我覺得這個ETF可以 現在還是可以的 是吧 可以的 羅素2000不是很高 其實羅素2000的指數 你不算 因為你其實這幾年 拜登上 這幾年 其實那些中小企 不是很可以的 你通常都是比較大的 越大的 越大越強 還有最近你只是AI狂潮 就是大家都會買AI 我覺得你分部份下去 那它一定會有一些減稅 減息 還有一些扶持 一些中小企的那些 那些叫做 我們簡單單買一隻羅素2000 那你又當分散風險 那你又當分散風險 也好 可能有些人覺得 那些人覺得 那些籃子比較高 或者標普比較高 有些位高的 那 說真的 羅素2000 就是二千一百多 那你現在拿羅素2000 你就當分散風險 或者都是ETF 我自己會這樣覺得 就是IWM 現價都還可以 索索就覺得 如果大家想搏一搏 羅素2000 會有個上升空間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IWM